11日,陈鹤发布《关于咸盒庄仪式》的说明 说明中,陈鹤对于关于咸盒庄经营纠纷的问题感到抱歉 并表示,会始终保持品牌创始人的身份 和所有门店的加盟商携手共进 永远跟大家在一起 针对质疑,他已主动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 也欢迎大家后续监督 近日,网传陈鹤退出福建咸盒庄股东 各加盟商韭菜,引发热议